来关注阿玛王子李志凯 昨天光荣繁邸国门后入住简易旅馆 他也在网路PO出了伙食罩 直呼太丰盛了 吃不下该怎么办呢 而这样子的冬奥英雄餐 让父母亲看了也终于比较放心 因为李志凯最喜欢吃的是妈妈煮的家常菜 所以家人原本还想要自己送餐过去 让他补一下 现在看到菜色如此的丰富 可以不用多跑一趟了 冬奥英雄光荣繁邸国门 不只在机场受到热烈欢呼 下榻防御旅馆也备受款待 餐餐外加点心和宵夜 丰盛的冬奥英雄餐 让安玛王子李志凯 IG上直呼才第一个晚上 好像就已经吃不完了怎么办 还拍下自己体重 笑说看看七天后会有多吓人 相较李志凯担心体重 家人却反倒松口气 他喜欢家里煮的老爷 喜欢家里 所以妈妈煮的他都喜欢 对对 跟爸爸一样 只要是妈妈煮的他都喜欢 有问他要不要帮他送餐或什么 他说东西很多 我12号 冬奥英雄餐丰富菜色 获得志凯认证 一家人这才放下心 爸妈也透露 这次冬奥差点就能亲眼见证 志凯夺牌的光荣时刻 只可惜疫情来搅局 我们本来在2020年 那个时候问题最大是门票的问题 我们逐一在排解了 门票已经搞到差不多了 要搞住宿了 结果一直停办 无法到场为儿子加油 爸妈于世中有点失望 但李志凯依旧不负众望顺利夺赢 不只是李家之光 也是全台湾之光 这里可以来报导